第八场赛事 第八场赛事 第八场赛事四番千四米 降斑马二号的帐篷 用中疫力牌的移动 这一场不是很多快马 看看会不会积极些抢前 初出马七号的浦东精神 排着一档 升斑马十四号的飞来劲 如果看回这一场 补充不太快 又或者看看智来金 会不会走在一起 明天的赛事四班千四米 只有一场后备二都打王牌 浦东精神救命重用 这就是合伙系的彩衣 第一批东营明星香港上陈的指示 但你说继马 其实苗里得 大家都说他低潮低潮 但也很想破满局做足功夫 小子弹 几次报名不行 换一换苏绍辉 会不会有些手气变了变 上次是失望的 骑士回来解释 是解释不了原因的 但是在赛事报上也说 不知为什么 看他取得的位置都适合 而且那一场是快捕捉 天爱飞天在后面掩 又是金鼓齐星加在眼阶 有点急 那一天 其实捕捉来说 应该是很快的小子弹 有拍下去的报名 有推下去的马 不争足 你当他这些側身画偶尔 是失望了一场 如果你称第一批千二 对着激光天下 那一场他已经是追 前一场 盛世鸣区那场是这么慢捕捉 他回来一样是追 你当是上一次 抹捉了他一棵 掩住他上一次的积 如果你用前两棵的积 下来这一组 他应该是够用的 是的 其实这场小子弹如是 刚才我们看到的金鼓齐星也是 是的 其实都是失望了几次 所以这场其实是云集了很多 你觉得他胜望未必很压一的马 与其是这样 季尾就 博洛班赚了一些级数 就看一只博外先锋 和一只橡核 我称千这一对仙的 先看一只博外先锋 先看一只博外先锋 这次选他 其实他输过给金鼓齐星 但他也是这个马防 赢条件赛也好 一出即胜的马 之后连搏了两场 是真的跑到对了 像小子弹那些 骑上去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解释不到 但你看回前面那只 日日有 再出都几转 里面没用 他起连卫星 当日走里面那些 很多当日不行 但之后全部都可以 包括竞进翩翩 他这个第四都算不差 今次我见到熔天鹏 可能真的之前博得多了 第一 除了面箍 之前赢马没有面箍的 让他上重发休息一会 慢慢成长 但就跌了42磅 大家看看梁尚圈明天 是不是真的瘦了 晨粗下来见他量度 就没问题 今次只要执回三档 这些质身马 被他贵中阶段 被他回了一回 有些体力 又一路的进度攀升上去 这些加减数 就可以很大分别 所以今次马房 明天都審了一些 边线边线分子 不妨选择这只 还有一只 就是刚刚你说的 港班的帐盒 其实之前在三班 都曾经上过名 我嫌他最近有几次 那些比赛外跌好像没有跑过 好像这场是这样 那他三班上名那场 就是彩虹千里 雄云帝王 他就输三个多马 就没什么威胁 就是严格计 季内很有型 他不是那种马 也可能上季又用得比较多 也要等一轮 之前那个季度 因为那个三轮 好了 今次终于下班 回到来又找阿祝 大家知道 近期阿公 那个手风都很顺 而且上一次那个位 车锅龙珠那场 他就走掉了 而且步速是中等 累累偏慢一点 他要追 稍稍比较吃力一点 当然你要考虑一点 就是中逆离的 那些姜诚和这只马 究竟合不合 因为以往 莫雷拉跑这只马 都会比较强 要扔掉那些姜诚 令那只马 比较舒服去跑 究竟那些姜诚 怎样呢 日日马合拍 跑四次就不常名 是下班这边上 有个二档 下雨也是问号 这只马不知道适不适应 是呀 这只马有少少概念 不过高冬尼最近大爆发 当然不敢不选择他 但我自己又拼起步了 如果看上次连达民企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可能在他手上 真的无法发挥 但看之前 假剑尼也出名硬正 这场早段都是蝎住位 蝎不到 在外跌 冲上来的勢 对着色种少 色种少 其实上到三班都会赢 我不知道是否色种少 在田太安和苏绍辉夸客 都是比较难 难骑的马 最近有些失望 但起步越扣越厉 最后输了颈位 我看回这次第一用布文 第二也休息40天来跑 中间的操练功夫没有继续过 像是怕他背重磅 可能会比较多 而且休息一点 有些体力感 通常的对手 金鼓齐声 每次做热门 都是失望一点 所以如果这次热门 我觉得不值 还有其他也不容易赢 不如赢回这一只 看看这场我们选什么 张俠呢 刚才阿涂也提过姜诚 希望那次爆谷 跑得几次 摸得到 所以要选 Q为Q 拖回另外一只 就赢回先锋 一对小号 我觉得这场是猜的东西 要很多 张俠你要猜中逆离 不行 金鼓齐声上次都打得很紧 你猜他的体力又如何 因为上次他加了眼罩 临场我不是那么喜欢他的情绪 真的比较急 但马是中心准成的 张俠就下班 所以这些又是要拖一下他 小子弹 上次骑士都回来 你又要猜他究竟是否连贯 那只大冷门 这只应该不用这么猜 看看可否拖进来的黄隱复星 上次中逆离跑 在内南以为吞 吞吞吞吞 又打上来有点余劲 因为上次的难度也高 由黎地第一次增长上千四 回到他的表现不逆 这只半冷门 冷脚抠下黄隱复星 这场我自己觉得范围也很阔 选一只就算了 起步就独赢和位置 接着看看第九场赛事 第九场赛事是焦点赛事 王太后纪念杯跑2400米 蜜将王回来也出饭菜了 用到报文 但这些后追马排一档 希望不会塞车 还有如果下雨的话 对他来说有很大帮助 他都喜欢跑一些湿湿的地 1号2号远征园回来 计级数当然称先一点 蔡前伟达都说了 想下雨帮将王 让他跳到球羽舞 但这次看回将王 在香港只是赢一级赛 三级赛 有场盟主的多巴先生 他都远征园 不过这样 刚才Kitty提过 大哥大 外公大爆发 你没得不选 标枝五枝 今季这只马 其实他都成熟进步 是的 标枝五枝 你看看他 其实当日 3月19日 那天打给他A难 很难追 很恶追 放在前面的马下 很好处 波尔多就是正正那场 就已经是走掉了 融线 迫你追不到他 真的追不到 真的迫你追不到 标枝五枝 你报文已经忍耐力很好 其后休息其足 涉及谷闸而来也轻松 你说下雨行不行 可以的 帝王城堡的指展 完全是不担心 其实这场三级赛很多马 一来外地的跑 大烂地迹也有 香港的烂地迹也有 所以也不是很担心 最重要一点 这些三级赛 你阳榜的幅度 实际差距太大 你不要管那些是否虚分 但那只135磅 现在这些全是什么轻磅 115磅 轻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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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路程 就没有什么验证 标枝五枝 但是看回血统 和临地 对它来说 提升很多 刚才阿涂提过你的货谷集 对着多巴先生 现在给你看 就是了 远征回来怕不怕 之前卫士报的那些麻麻地 不过多巴先生功夫上 方家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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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后面可以先看一只雀雀领先 那只多巴先生追 雀雀雀先 最后二百 一有反应苏绍飞 立即一锁 锁住他 是不让他走的 这一货大集市到的了 外面多巴先生何宅仪 就着意散起他上来 要赢 其实标枝五枝 没断都追 你计级数 他其中一只比较高一点的马 虽然今次不是一三五一三四 但是卖门 再下草地跳 和直线力山有些分别 直线力山在星期五月四日的时候 这只多巴先生下草地跳 那只在大圈量量两圈 功夫上有些分别 但这只是惠冕冠军 路程不需要害怕 凉凉凉凉 上年他就落着雨 赢这项赛事 还要赢脱 你也没得跑 只是怕重磅 班德黎之前在远征的时候 都找他摸过 知道性格 看今次的功夫 方家柏好恨多次这只杯 Alex说得对 是担心重磅 我查回上季去赢马的时候 是120磅 今次要134磅 对上一只重磅 赢到这个杯赛 已经是时时精彩 所以不如继续抠下轻磅 直线力山上次 而在快步速的情况下 都追得好 是不是真的快步速 扔掉这么厉害呢 我会这样说 我觉得是转磅的因素 关系大一点 这个第一次赢的时候 已经知道了 我在这个赛后都说 究竟上一手搞什么 来得这么慢 一转磅 散领的招牌 那时候就赢了三班 打比那场 其实也是步速形势 主宰了他 难追 但也回到第五 打比那场五周 上次回到1800 你这么看 因为步速真的快 支足常乐 就用一个不同的跑法 放在前面走 他也算几硬 支足常乐 顶到第二 但直线力山 真的扔掉而赢 长力方面 这里是有点问题 可能他1800 即是最首本 也未定 但你再看2000 又到 那现在当然你猜到 你要上哪里半 究竟到不到呢 大眼地也不用担心 那我们看看这场 我们选择什么 这场措施 我加了方家派一队 Q位置Q 多巴先生 直线力山 和轻绑 标志5G 刚才那几只都选择 赢了一批 就要先标志5G 勇尖神区 它有远大的目标 很明显 它季味的状态才来 但你要去拼它 一样 喘名马 这些马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喘 其后会不会补充 这件事情 不知道 但健康快区 真是当打当裂 都要留下它 稍后回来 我们来看看其他场次